你來經營公司 結果 虧都是虧公司的 他們都賺錢去的 大的 小的 有的沒的 你全部都要 吃公司 睡東西 營公司 真的是很敢耶 你吃吃不用錢 你睡睡不用錢 你還要新手出錢 這條的地方要 大條的地方要是你也要 如果看到新北低檢署的這個新聞告 我真的 欸 演出都快跳起來 對 你吳都敬 你是台灣五大家族 星光家族 而且星光家族包山包海 你在台灣具有這麼重要的地位 你在裡面 大的你也要 小的你也要 你根本把公司當你家的 如果這樣還可怕 你來經營公司 結果虧都是虧公司的 賺都賺錢去的 是 寶貞哥 什麼叫做 目無法記 吃糖吃鐵 其實就是他們整個 我看到那個起訴書相關的內容 你真的這眼珠都掉了 大的 小的 有的沒的 你全部都要吃公司 睡東西 營公司 真的是很敢耶 你怎麼講 你知道他整個三棟大樓 A棟叫做產後護理大樓 這產後肚理大樓 其中有兩三層樓 他們是弄給那個護理大樓 結果他們的護理大樓 可能有需要一些設備 有那些鍋爐 這很有趣喔 這個鍋爐竟然是我們新秀的 這個房東自己出 兩三千萬 然後呢 經營誰經營 是吳東靜自己相關員 他們自己的私人經營 四十幾經 所以整個是 你有聽過房東要弄 房客要弄一些東西 是房東出錢 想他給他坦 所以房客自己在那邊坦 這不是莫名其妙嗎 你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所有的帳 所有的支出 所有的成本 房東付掉 房東是誰 星光人獸付掉 我跟你講更誇張的 他的B棟 他的B棟叫做出租型的 一個樂林宅 裡面還有健身房 什麼 這整個樂林宅 總共經過了23次的施工 他這23次的施工 總金額是來到1億2269萬 1億2669萬 誰出錢 房東出錢 你知道房客10年 可以說多少房租嗎 1億 神經病啊 你怎麼可能會花1億2千多萬 去租了一個 去弄了這個房 房客弄好好的 然後10年收這個房客 1億 你誰會去用這種 瞭解的生意 有人要做 所以你就覺得 哇賽 這個數字怎麼弄都弄不攏 那怎麼可能 原來現在檢方講得很含蓄 但意思就是說 啊他是一些喔 就是你是新租的 直接的董事長 你是董事會的主席嘛 但是 欸 你這些所有你的房客 跟你之間 好像有實質的關係喔 他不是說 你是這些房客公司的董事長 但是他說你有實質的一個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是他們家族的 包括什麼營營投資啊 這些投資公司 根本就是他最 那個最終的一個相關的受益人 譬如說 以我們剛剛提到的健身房 他的健身房叫 新光傑士堡健身房 新光傑士堡這個健身房 本身 事實上他的董事長 是一個姓羅的 然後他們是叫蓬萊投資 結果你點進去後 發現蓬萊投資 後面的投資是誰 叫銀營投資 那你覺得這銀營投資 會講到誰 吳欣營 對啊 所以他的這家公司的董事長 就是銀拉布許賢賢 後來我就查資料之後才發現 許賢賢在2015年的時候 他有一個 一樣也是一個傑士堡的 被法拍 傑士堡的領導 你怎麼會被法拍 原來他的投資公司買的 然後撐很多錢 簡單來講他們 他們整個家族 有六七個投資公司 這六七個投資公司的 總資產多達四百多億 背後董事長 其實都是吳欣營的媽媽 許賢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他被人家認為說 整個案子有主要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怎麼會是你的承租戶 所有一些相關的開支 全部是你房東買單 結果你房東十年來收的租金 根本是不足夠這樣的支出 第二件事情就是談到C棟 C棟是旅館大樓 這旅館大樓是他們包 由那個星光傑士堡商旅 進行相關的一個整個管理 就整個管理之後 他就發現不對 你的星光傑士堡 有一些是空房子 那空房子為什麼有人住啊 總共有九百多次 是你用你們自己集團的員工去住 無償去住 無償住 大便費 大便費 就是讓他短收的租金 大概四百多萬 無償住之後 你知道還發生什麼事嗎 他竟然還去吃B棟的早餐 就是你吃C棟 你躲那邊沒出錢 你還說他吃不用錢的早餐 然後這個不用錢的早餐是B棟的 那B棟人家是樂林宅 那你租租租租租ид 就跑去又去跟新售租租租 那換句話說 你吃茶不用錢 你睡不用錢 你還要害新售不 Bears 那隻眼你不要 大堆的錢你也不要 對 所以簡單來講 真的就是把整個 新售所有保護 幾十萬保護的錢 當成是你家的小金庫 你要所有的不好的要買單的 全部都叫新售這邊出 結果有賺投的 有利投的 全部都是你們自己相關人 投資公司 也難怪剪掉這次 繽紛十八路破下去 這一個洞可能查下去會很大 不是 剛剛講 今天這個交保是1億元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重保 當然第二個是 它是用特別背信罪 特別背信罪 它這個關起來 是可以到7年 對 大家現在最好奇的是 為什麼一個家大業道的星光集團 現在會經營成這樣 那這個案子剛好讓大家示範一件事情 坐在金山銀山 集團資產快要5兆排名前段班 結果禁止市值排名倒數第二 而且還是唯一虧損的金庫 為什麼今天會經營到這種頂部 甚至有些股東就一直都在罵 想要看賬 想要罵什麼 你跑到國泰金跟富邦金的門口去抄 你也不會像今天這麼慘 結果今天的搜索總算看到一件事情了 原來星光瘦在開發豪宅的時候 因為他們家土地最多 結果外跟合作的單位 利害相關人合作 都是跟星光無家 自己無東信家族有關 你必須要公告跟揭露 披露相關的細節 他沒有 他當然沒有才會被檢調查 才發現 既然你開發星光結石堡的豪宅 有健身房 有老人家中心 有作業子中心 這些合作單位的工程款 專修款 可能都損及到星光人收 它損失一億 可是為什麼這些人 都是無家私人的股東 無東信家族的股東 這可能涉及到掏空跟背信 而且這還是冰山一角 因為四兆多塊 五兆的公司 過去15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不賺錢 發不出鼓勵 你到底是怎麼經營 這不是損失一億的 到底損失有段 你是怎麼經營這家公司的 因為在星光經最近不是講嗎 你的資本世主人出了問題 所以要是幹嘛 你要不要這個所謂的現金真資 剛才的無東量說我不要 那我跟他老公司寫說不要 大家都說不要 最後一個人說要 無東信要 無東信代表什麼 代表我的口袋很深 你的公司一直賠錢 你的公司股力發不出來 結果你的口袋是最深的 對 這也是讓很多小股東 不買的地方是 這過去十年最高的時候 股價是40塊錢 現在只剩下9塊錢 你到底是怎麼經營的 股東沒有拿到錢 你15年有五分之三分之一的時間 不發股息給我 你沒賺錢嘛 你看看部方金跟國泰金 獲利都在創立 史新高你還四值倒數 第二你是怎麼經營的 可是這麼大集團 現在不是拿不出錢 而是救火跟除幣端 都要同步進行 所以無東亮跟紅色旗 近來去年打了100多億的虧損 所以你現在說裝修1億虧損 這都小事情 這麼一樣金控還可以賠100億 虧損100多億 去年虧100億 唯一賠錢的金控公司 所以要拿錢出來 總是要值得嘛 所以現在這個洞 還不是你剛才說的 一兩百億 現在整個公司 改革派繼續算之後 要多少錢來增資你知道嗎 要1450億 資本額要從1850億到3300億 才能保障所謂的保護的資格 為什麼這本氏足利是為了 讓保護的你的權益不要受損嘛 所以洞真的非常大 誰能夠拿錢出來 這會踩到非常多的紅線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 不只台新可能拿不出錢來併這個 連中信金都可能要來跟星光金合併 所以星光集團這個案子讓我們看到什麼 原來過去經營是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檢調要查下去 如果今天把我嚇一跳就是 今天吳東進竟然被搜索 被約談 一開始我本來以為說 是不是北施科出了問題了 北施科槓上開花了 結果不是 他說這會什麼 是因為星光結寺寶 在星光結寺寶在板橋 有一個所謂的酒店式的管理 這個地方在興建的過程裡面 有上下起手的問題 可是我就覺得非常困惑的是 這是一個私人的產業 這個私人蓋了一個大樓 你如果真的有上下起手 檢調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動作 檢調先是大眾做的搜索 大動作的約談 而且現在吳東進已經變成了被告 你已經變成被告代表 市政已經非常的清楚 那現在大家關心是 我們知道檢調喜歡什麼 順藤摸瓜 今天如果我從星光結寺寶 作為一個起手是 那北施科來 那今天包括的南庚傳遇在這 難道有很多東西在後面等著嗎 對 今天下午的時候 我們聽到說星光出世了 然後呢 被約談的是誰 其實我們真的沒想到吳東進 吳東進就是星光最大的大老闆 而且是星光無家的人 你怎麼有辦法去約談他 一開始大家第一件事 你說 中了 什麼事情 北施科 北施科中了 因為過去來講 包括T16 T17 T18 怎麼有人金人寶要花那麼多錢 你少了30億 所以大家懷疑的事情 是不是北施科 可是仔細去看 不是北施科 是什麼 星光結寺寶 然後呢 是最年輕的星光結寺寶 在新版特區的 星光結寺寶做什麼呢 它就是酒店式公寓 我買下 我自己買土地 然後呢 我開發之後呢 我不會賣掉 我就是自己營運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都是星光經直接自己開發的 對 它也不是第一個 在信義計畫區 然後呢 在天母的雙子星 這兩個地方 其實都營運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那為什麼 檢調為大動作 去處理這件事情 非常的奇怪 第一個 你說有什麼問題 除非你是公家單位的標案 除非你牽涉到 是公務人員的行賄案 它還會大動作去搜索 你家自己的地 你家自己幹 你家自己營運 關大家什麼事 沒事啊 關大家沒事啊 然後呢 仔細再去問 他就說 因為你當初 在新建這個星光結市寶的時候呢 竟然有一筆款項 然後呢 有一些上下起手 把他中保私囊的問題 一筆款項 一筆款項 然後呢 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星光的吳東靖 他是最大的大老闆 他是星光無家的人 你在最上面 你說 你在新建的時候 你大包中包小包 然後一轉 三四五六七八轉 你知道嗎 不可能到他這邊 為什麼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主管 把他覺醒掉 所以不到他 那為什麼會傳到他 甚至可以去約談他 所以你說剛剛講的 這是一般的公司 而且他是自地自建 自己營運的 跟一般的公眾事務 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結果直接拿這個開刀 直接拿這個開刀 今天這麼大的動作 已經不尋常了 第一個不尋常 是我這麼大的動作 去搜索約談 第二個是 我一約談 就直接是前董事長 也就是 他的最高角色單位 可是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照理講 你應該有很多人幫你分擔的啊 對 所以現在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就知道了 原來這個東西是什麼 內部人檢舉 內部檢舉 不是一張條紙 不是口頭的一句話 是我今天去帶走你之後呢 約談你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你轉成被告 轉成被告之後 我就可以做出任何的強制處分 什麼叫強制處分 那就表示說 把他收下禁見 對 表示說我有辦法來強制處分 不管是羈押 不管是申請羈押 或者是這個交保 這都是屬於人生的一個強制處分 那代表你今天要去做一個 對台灣幾個前幾大家族 對 台灣就這幾個金控公司的前董作 還是新框無家的人 你有沒有十足的把握 如果你沒有十足的把握 你這個把他抓起來之後 後面是會有後座力的 而且你剛剛講說 這個你卻查的結果是 這是內部人的爆料 是 內部人的檢舉 也就是從內部直接拿到裡面 機密的資料去爆 去爆 而且他是用什麼 他是用保險把 是用人壽的保險把 也就是 你這是人壽投資 今天包括 不是只有檢票 金管會也在裡面了 其實保夾哥這個是最狠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你這個是你家自己的東西 幹完之後呢 你家自己經營了 關大家什麼事情 又沒有公務人員貪污 又沒有行為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是誰做的 是星光人壽做的 星光是什麼 是人壽 人壽是什麼 是保險 這些東西來講 都是特許行業 你今天用保險法去辦它 不是檢調而已 還有金管會的問題 現在來說的話 對吳東進來說的話 他就是要讓他沒有深入 非要他死不可 對如果這件事情 就算是1萬塊 10萬塊 100萬 如果真的有一筆 小小的款項 到他私人的口袋 完蛋了 以後你不可以再經營人壽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 他們跟台新之間的這些問題 搞不好沒有他 就解決了 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如果更狠一點 你收押境界 如果更狠一點 你搞不好有形式 這上的問題 好吧 就算你現在這個上面 全部脫身了 上面你有點的瑕疵 有一點點污填 未來你要跟星光人壽 你要跟星光金 你要去切八段 要纏不高水不老 永免 你永遠再也不要想拿回星光金 對 這個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特許金融 金融的特許行業 所以呢 你現在來講的話 不要再講 不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是清白的 清白是法院說你是清白的 如果你在這個整個 檢調訴訟的 起訴過程當中 你能不能再碰這個東西 不能了 你不能再碰這個東西 就算你是大股東 你可能也都不能夠插手 過去來講不只是他們家 還有其他家的大型金控 我是大股東 我身價二三 兩三百億在裡面 我為什麼不能講講話 不行 因為你沒有身份 你就不能講話 你一講話 被罰 一次罰多少錢 五千萬 所以呢 這個招來講 對他是罪狠的一招 以後 你不可以再指手畫腳 以後 你不能夠再設入這些東西 你要等到什麼 一審無罪 那你知道一審要打幾年 你要開幾題 你可能這三五年的時間 你都不能再碰 而且你說最可怕的是 你常常講 很多東西禁掉了檢調單位以後 那你就不知道他會往哪裡走了 他等於說這開始順藤摸瓜 他會整個槓上開花 今天搞不好講 現在最可怕的是 你這麼最無關緊要的一個 加次第自見自己營運的案子 我都可以幫你給搞出來 接下來 包括了像北市科 而且你說北市科到現在 還是廉政署最重要的KPI 對 其實今天吳東進 進到了檢調系統裡面 那就是完蛋了 因為他就像是一個榨菜 果菜機一樣 你進去就開始尬 開始尬了 你今天為什麼新版特區的 這個星光解釋堡這麼重要 因為你只要一進去 你被逮到之後呢 所有的檢調都可以互想 所有的東西都是清楚透明的 我今天擺明了 要傳這個星光 這個傑士堡的事情 但是呢 你身家清白 你所有組裝八代 我都可以進去查 所以你剛剛講的 現在的北市科 是由黑金檢數小組 是由廉政署來辦 廉政署跟黑金檢數小組 也可以看到相關資料 沒錯 如果你今天沒有 繞在人家手上的話 我要去調你的資料 我要去查你的通電 甚至呢 我要側動桌邊的人 可能固落金湯 可是呢 當你一進到檢調系統 你就開始在尬的時候 每個檢察官都可以進去 然後呢 專案檢察官也可以進去 到時候你所有的東西 都會被查得一清二楚 所以 所以說可怕的在這裡 對 這是最可怕的 檢舉的人就知道說 只要有一個破口 檢調 這個刀 就給流下去 當你第一刀被流下去 那你後面被 之前的過程 就會非常的快速 檢舉不意外 可是你檢調也太配合了吧 對 那表示說他檢舉的東西 相當的精準 然後呢 這個檢舉下去之後呢 後面還有強制處分 有強制處分之後呢 其他的黑金專者 還有廉政署 就可以往 其他的地方 開始去查 因為你有破口 有破口之後呢 你通電能不能夠去了解一下 你的行程 能不能去了解一下 你所有的賬 我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算這一筆 你只 如果就真的啦 我們就退一百萬不講 如果真的有一塊錢 掉到你口袋裡 我可不可以去撈啊撈啊撈 撈到最後呢 會不會撈到北市科那裡去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北市科的東西 這樣我就可以去查 吳東進的賬了 可以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懷疑這件事情 可能有不法來源 不法所得 那你後面有沒有其他的案子 所以說重要的不是 星光解釋寶 重要的是吳東進的賬 重要的是 吳東進進到的檢調系統 重要的是你開始尬之後呢 你後面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如果今天順成摸光 如果槓上開的話 你真的查到其他案子的話 那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 你會不會拉到北市科 那這後面來講的話 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長 今天檢調約談吳東進 那真的是在財經界 天大地大四十八 這種大家族 剛剛講的 你是自遞自見自己營運 現在居然做這麼大的動作 而且現在最新的小企事 他已經被列為被告了 而且吳東進來被約談 而且目前為止 今天早上的時候是檢調用十八路 十八個地方去 找了非常多的證據 也扣押非常多的狀況 因為這一次這個事件來說 是內部人檢舉 內部人檢舉來說 會牽扯到吳東進 一定是非常致命 一刀斃命 檢調一定 剛才這個遇峰講得非常清楚 這種案子怎麼會董事長親自下來呢 一定是有非常機密的文件 被他們所掌握 所以說一般來講 吳東進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違法行為 你知道我講應該有很多的防火槍 有很多人幫你擋掉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案子 直接殺到董事長 所以這裡面來說的話 當然有人就說是不是內部檢舉 或是說為什麼呢 因為吳東進最近變成是 他現在被約談了 會攪動我們國內接下來的經濟 跟政治版圖 同時被他攪動 為什麼呢 政治經濟版圖 對 為什麼 因為經濟版圖裡面來說的話 星光金現在大家都想要 我覺得他這一次可能熱毛了 原本現在星光金的股東 對他有相當大的不滿 因為他一直在外面要兜售我的星光金 我說星光金可以併 不一定要併給台信金 可以併給中信金 然後其他人也說我們也有意願 所以這個應該讓內部人士 相當相當之不滿 你說吳東進現在雖然已經交出 他的這個經營權 可是他對現在的經營團隊非常不爽 第一個要講我到底要不要爭執 第二個就是我現在星光金要不要跟誰合併 他都跟現在的經營團隊唱反調 對 所以他如果真的假設他沒辦法再介入這些來說 對我們國內金控版圖會產生一個變化在這個地方 他加入中信金 中信金變成第一 他如果加入這個台信金 台信金變成第四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巨大 對我們金控的版圖裡面 所以每家金控其實都在看 這個怎麼處理這個吳東進這件事情 有這麼嚴重 第二個就是剛才講到 他可能會牽涉到北四科 為什麼呢 事實上他這一次是說 因為你在這一棟星光結石堡的時候 你涉嫌上下棄手 現在目前會只剪刀的時候 老師說你有灌水 灌水 對那灌水 灌水之後怎麼最後會到你的這個 為什麼會罪名會到你呢 現在有金流嘛 有金流 有金流才會確定嘛 否則你那很多文件 就像保潔說的 他很多文件應該都是可以阻止到 不會到他這個地方嘛 所以剪刀用18路去搜 搞不好他收到一些什麼證據嘛 好 而且如果這個金流到你的身上 我可不可以查你別的金流 當然啊 我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金流 你吳東進的金流 剝得清清楚楚 寶傑問到重點 因為第一個 這一個清光結石堡這個 它是按所謂的保險法 它是說因為你什麼 你可能因為你上下棄手的時候 你涉嫌侵犯的這些 你所有保護的權益 因為你等於是保護應該賺的錢 你把它拿到自己的口袋 所以你當然是違法嘛 但是好 彭黎 那我可不可以查你其他的案 當然可以啦 北市科裡面來說 也是啊 也是 你有沒有涉嫌 譬如說你有不正當的金流往來 我就可以查嘛 所以我才說 這個破口進去 保險法 哇它是 可以查你過去所有的交易 都可以查得非常清楚嘛 而且它可以查整個星光人壽 當然可以查 所以我才說 這個進去來說 這個搞不好可以查到非常多 如果真的查下去的話 把它過去那個所謂的 有人檢舉 譬如說北市科 他就開始去摸嘛 對不對 所以才說這個進去來說 可能會對形成一個非常大的破口 北市科或是接下來的 這個跟星光有關的 案子會不會出現一個 很很重大金流的這個往來 再來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賴英德上台以後 你看到他最在乎什麼 把刀把子抓在手上 那個刀把子抓在手上 還是他這個穩定天下 最重要的基礎 就是這個刀把子真的動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 他已經牽動了經濟的版圖 政治就是柯文哲現在可能會 搞不好真的如果很多證據 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興建的時間是在兩年前 兩年前的這個時間點 約莫就是跟北市科的時間點 有一點互相重疊 對 那如果我能夠查 當時吳東晉所有的金流的話 搞不好裡面的 當初的這個其他金流 我可以順便找到 對 所以才說今天這件事是牽動了 那現在星光金也發出了 縱訊了 他說他說他到特定建築物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搜查 你說十八路 十八路的這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當然不會對 因為現在的星光金的 這個經營人不是吳東晉 是吳東亮跟這個紅市集 所以當然不會有這個影響 不過我就講嘛 吳東晉顯然是做到 因為吳東晉他在這個之前 在星光金經營的就非常爛嘛 他曾經被金管會 因為五個這個項目罰款 然後他的宏達店又買在高點 那很多股東對他不滿嘛 所以就今年去年才會變成是 吳東亮來執政嘛 吳東亮把他踢走了嘛 就但是因為他現在還是大股東 那以吳東亮目前為止 他們就說希望能夠 這個直接把星光金併了嘛 但吳東晉認為說 欸 併了是我優就沒有角色啊 所以聽說他最近就不斷的 在跟這個中信金 跟中量 因為估中量一剛回去 估中量現在好不容易恢復的 他可以回到中信金 所以他躍躍欲試 他想要併這個星光金 變成是超越國泰跟富邦 你說中信金如果併了星光金 中信金就變第一大進口 所以他們兩個想併嘛 所以那這個 然後吳東晉為什麼要併 吳東晉認為說 欸 估中量你 那裡面你也沒有會 這個所謂的保險的啊 欸 搞不好我併進去之後 保險也可以讓我負責嘛 不是 我們常常講 淋與外人不宇加奴 欸 今天剛剛講的 現在傳出來就是 台星金想要併星光金 我幹嘛要讓我的弟弟來併星光金 我乾脆給外面的人 我弟弟你也不要有 對 所以就是這樣嘛 那你知道 所以這時候就爆出內部人士 就檢舉了嗎 而且這些資料一定是 現在就有的證據嘛 那誰會有現在有的證據 欸 你吳東晉以前 在星光金留下的東西 都在星光金裡面嘛 所以這時候就牽扯出 欸 你看 我就說他會牽動到 我們這個金融版本 就會因為這樣而牽動 所以現在吳東晉 整個角色來說 就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另外我剛才講的 北四科的這個事情嘛 北四科你看 為什麼 因為吳東晉跟吳東亮 因為北四科他們意見也不同 吳東晉就說 欸 我們趕快開發 北四科嘛 那吳東亮就說 我們不要開發 我們把他賣掉嘛 所以現在兩邊意見不合 也因為北四科 所以來跟你講 事實上這件案子 我覺得不會只有這個 星光劫士堡 應該接下來會開始去查 很多周邊 因為你會槓上開花 因為他跟北四科 還有南港轉運站都有關係嘛 那檢調應該會趁這個時候來查一查 所以說這個案子 接下來值得我們看後續的發展 好 瑞德 剛才講 今天檢調18路去搜索 搜索吳東晉 而且不但是搜索了以後 現在把你約談 把你列為被告 本來因為想說 這個是你的自地自建 自己營運 這是你們家的產業 怎麼可能搞這麼大 而且直接就衝到了吳東晉 你說今天這個廟是廟戰 時間 人物 今天的整個政治的氣氛 都太微妙了 星版劫士堡事實上在兩年以前 就被金管會划了300萬 他已經划了300萬 說他有什麼什麼射擊 什麼缺失公共 弄一大堆給他划300萬 然後今天 兵分18路搜索 約談17個人 然後緊接著來用 約談17個 17個人 然後緊接著來用保險法的 特別背信罪 聽說是有人檢舉 說在興建過程中 灌水相關的牟利等等 不過 再怎麼聽 一口氣就直接把大老闆 吳東晉給扣起來 對不對 然後緊接著用被告 要移送到這個 等於說地前署去 感覺怪怪的 你跑了這麼久的社會新聞 你跑了這麼久的檢調 你沒有聽過這種事 除非是有天大地大的事情 否則一口氣 就把這個等於說 星光吳東晉 就直接 直接把它給 移送約談 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 好像小岸大半的那種感覺 對 但問題就在於一定很嚴重 如果不嚴重的話不需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要當總統 他競選期間就有 就特別強調兩個字叫打壁 所以只要打壁的話呢 你只要打壁 什麼都一樣 你是跟誰有什麼交情 你有天大的來頭 都一樣直接打了再說嘛 所以這只是開第一槍 接下來還有什麼新鋒協議 我們不知道 剛剛我們大家提到北市科對不對 北市科的案子現在在辦喔 北市科跟金華城 現在跟這個 當時為什麼 柯文哲會給他們 現在還在辦喔 不是無懈可擊的 我怎麼坦白的 不是無懈可擊的 消息是這兩個案子 現在還是廉政署的第一案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喔 輝達 黃仁新不是剛離開嗎 當時輝達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 他的這個執行中心 要設在什麼地方 台北市也有被提及喔 對 台北市提及的其中一個地點 叫北市科 為什麼 那就表示 有可能如果真的為了輝達的話 把北市科廢掉 你知道嗎 因為你放在那個地方 現在幾乎都沒有在建設嘛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那麼北市科到底會查到什麼樣子 還有進一步的效果 如果連板橋這個等於說 這個新版的傑士寶都這樣辦的話 那你怎麼知道北市科 到底會不會有一難 有招一日突然間來個大搜索呢 對 是 這件事情真的太怪了 今天看到檢調單位 兵分十八路幹嘛 搜索約團無東西 你想對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是不是整個北市科的back corner 北市科的這個所謂的貪腐出來了 沒有 他說是因為星光晶 星光晶在這個板橋 他們有一個星光傑士寶 這個是酒店市的管理 這個地是他們的 蓋是他們蓋的 營運是他們營運的 以前很少說這個民間的公司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要這樣大動干戈 你兵分十八路 而且你第一個人就直接 約談他的前董事長 怎麼可能直接的打到這麼高層 那今天數字更微妙了 現在出來最新的數字是 這中間的查爾 他不想說有灌水嗎 灌多少錢 八十五萬 對我們先來講一下 星光台灣五大家族 星光目前的名義上的掌門人 吳東進 竟然被搜索 被約談 被帶到了四吊樹 然後待會要移送新北地檢數 大家想說這件事情搞這麼大 要收押境界嗎 對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強制處分 現在搞到這麼大以後 大家一直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星光一直以來 都有在各地 包括台北的信義區 包括天母 包括其他的地方 都弄結識寶 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東西 都是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地 我們家來蓋 我們家來出租 所以我不會賣掉 我不會賣掉 這都是我的東西 出租的 對是租賃式的酒店式公寓 非常的高級 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個事情竟然 被檢調給盯上了 被盯上之後呢 把它給帶去約談 我們就問了這件事情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跟北四肯有沒有關係 他說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關係 你弄到這個這麼大咖的 前金控的桶座 後來數字出來了 我們就想說 他一定是弄了幾千萬 弄了幾億 上億吧 對不對 不然怎麼辦到他 最後答案出來 8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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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名目是什麼嗎 因為他是酒店式公寓 所以他早上會有提供早餐 提供早餐 因為他們報了85萬 可是他們說 他們當天來講的話 那一個禮拜 都沒有那麼住那麼多人 所以他們覺得 應該食材 早上的Buffet 應該只有17萬 你扶爆了5倍 哪有這樣子的 哇哩咧 你知道星光金有1500億嗎 他個人應該有幾百億 你因為80萬 你去壓他 你去扣他 然後我們再回頭去爬梳 他這個檢舉 這個內部檢舉 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不是最近喔 兩年前就有人去檢舉了 兩年前 兩年前覺得說 這個應該跟董事長沒有關係嘛 你的這個酒店是公寓 你上下起手 你這個食材 你要一路怎麼牽牽牽 牽到星光人獸的董事長這邊 很難想到吧 不是動作也太大了吧 可是我們換一個角度想 兩年前需不需要辦星光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你那85萬 對他們來講 Saba調查局辦一個85萬 但現在需不需要辦星光 他們可能覺得有需要 所以兩年前的檢舉 就拿出來了 這是兩年前的檢舉 兩年前就要辦了 他一定沒有想到 竟然會因為一筆 85萬的賬 繽紛十八路 而且非常多的心腹 都一起同案 這個脈絡是非常特別的喔 不是說你一路千層上來的 他這一次被帶進去 很多都是吳東京的心腹 所以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當我有需要辦的時候 任何的檢舉 就算是兩年前 兩年前我都沒有覺得說 這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需要的時候 那就是有個問題 兩年前85萬 你是在說什麼 一個金控一千五百 但現在需要辦他的時候 85萬 好大的金額 所以我要辦 沒有什麼不能辦的 對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回頭來說 如果他真的被這個日記錄卡住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新光 可是你如果有這85萬 而且兩年前 他辦得下去嗎 辦得下去 可以辦得下去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開口 你一個破口打開了之後 檢調系統 就可以長驅而入 我除了藏你這85萬 我旁邊可不可以 順便查一下 當我的帳策打開了 你不會只看第一行吧 你整本都把它看完 然後呢 你這個東西 東插西扯 你這個錢到底是怎麼來 你重點不是看這85萬 重點是把85萬的旁邊 全部看完 拉拉拉拉 要是不小心拉到了其他的案件 檢察官跟司法警察 有一個天職 我發現不法要主動偵查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被插到其他的東西 例如北市科 例如其他的案子 那會不會又槓上開花 會不會又把它搞得更大了 那北市科還在辦嗎 北市科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連政署 他現在最重要的KPI 連政署現在要跟調查局 連政署最重要的工作 對 要跟調查局一拼上下 如果今天來講的話 連政署他能夠 在北市科這邊有所建樹的話 那從此以後 我們都講到什麼 減掉減掉減掉 以後就是減聯了 以後就沒有調查局的花了 所以連政署在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放掉 他不會放掉 但是你換一件事情想 會不會就是因為 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需要一個破口 所以兩年前的檢舉 我撈一撈 有需要 我就拿來辦了 只要把這破口打開之後呢 吳東進跟新光會進入到什麼 會進入到檢調 我就可以去查吳東進 所有的帳嗎 這當然可以啊 因為金流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不是你說了算 金流哪一個勾機哪一個 或者是檢察官說了算 檢察官說了 你要來回答 如果回答不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槓上開花 就跟樹枝圖一樣 一直拓到無邊無界 所以呢 最後聖神摸瓜 會摸到哪一個瓜 很難講 所以你覺得 他是相裝五件意在配工 因為這個金額太奇怪了 人家有千億身價 你給他辦一個85萬 你檢舉兩年前檢舉 你那時候都覺得沒事 你現在突然覺得有事 突然為了85萬 兵分15路 兵分18路 怎麼想都覺得奇怪 好 我說很悅的 你跑了這麼久的檢定 你跑了這麼多的司法 這件事也太奇怪 他到底幹嘛 敲三正五 他要正哪個虎啊 那麼對於一個 超過2000多億的 這個等於說企業呢 那麼為了85萬 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聞所未聞 18處搜索 17個人約談 然後吳東靖呢 因為這樣還移送 這個地檢署去復訓 這個真的是聞所未聞 或許 或許他的背後是不是還隱藏了更多的東西啊 你知道嗎 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9月的時候呢 那麼因為吳東靖 因為新光人壽投資失利 那時候他被拔除 被金管會停職嘛 其實後來在11月的時候 2021年11月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林楚音 曾經在立法院呢 財政委會人進行一個質詢 他質詢說什麼 他說他直接質詢 那時候金管會主委 黃天木說 那麼為什麼 他接到檢舉 說為什麼 吳東靖已經下台了 他還可以五度 那麼召開相關的這個 包括金控啊 旗下公司的高層會議 他可以可以召開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那時候這個金管會主委 還要解釋了一大堆 還說要讀懂 那麼去調查啦 寫報告等等啦 那你要知道喔 那麼當時有這麼一段了 以後隔年2022年 金管會就花了300萬 把這個新光那個花了300萬嘛 那現在又說 為了這個等於說 這個板橋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85萬 這個本來傳出來是說 為了興建那個過程當中 是否有弊案嘛 上下其售 85萬 如果今天是8500萬 或是8億5000萬 我就相信 85萬 我覺得可能簡單了一點 那為什麼檢調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你明明知道這個社會輿論會質疑啊 我覺得他後面還有文章可以做 文章可以做 後面可能有我們不知道的這個案子 還在辦你知道嗎 檢調單位 剛冒大部會 去動到了吳東進 就表示他十拿九穩才會這樣動 他如果沒有十拿九穩的話 他隨便就針對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 我們金融業的一個重要的這個之前的一個勞董啊 就進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他一定會被批評嘛 所以我覺得85萬只是一個棄子 棄子為什麼呢 後面那個金字塔的頂端是85萬 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我們看不到的到底要辦什麼東西 這才是他今天這麼大動作 18處搜索17個人約談 最後 我說交保金融可能都不只85萬啊 你知道嗎 交保金融可能都超過85萬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虎頭 而且這個案子不容許虎頭搜尾 這個案子如果虎頭搜尾的話呢 新北地檢署呢 一定會被那個輿論給批評了一塌糊涂嘛 所以我們等著瞧 所以你說這算是新北地檢署直接跟吳東進show hand了 我覺得後面才是 他們隱藏在後面的檢調單位要辦的東西啊 才是如果只是85萬 如果這已經掌握了 我問你為什麼要搜索18個地方 對 原來是7個人 可見他18個地方裡面 他要搜索他想要的東西 這才是重點 他用這個理由去搜索 他想要的東西藏在這18個點裡面 那現在呢 搜索來了以後呢 根據調查局辦案的經驗 這18個地點所搜索的東西 即將會在未來半個月之內 立刻由調查官立刻進行解讀 有沒有檢查官要查的東西 金流還是其他東西 在裡面 這才是重點 否則已經知道是85萬了 何必大張旗鼓 搞那麼大的一個動作 好 所以宇憲 這個背後到底有什麼故事 本來那是絕對有高人指點嘛 我們講白了 你我請問一下喔 今天檢調桿大動作搜索 各位你不要忘記這件事情喔 兵分18路 請問一下這個要 誰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檢查長 你一定要到檢查長以上的成績 才有這個能力嘛 那檢查長他如果要去動員這件事情 我問你這件事情喔 他手中如果沒有足以確信的資料 他敢去做這種動作嗎 而且剛剛講喔 證明前才剛剛上任 現在北山檢的人馬正要掉動 你如果現在有個閃失 你什麼都沒了 對嘛 你如果弄一個大烏龍 查了一個民間企業 而且跟社會看起來 表面上是沒有關聯性 表面上 那就弄一個大出包 那請問一下怎麼交代 沒辦法交代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今天檢調要拿到這個sauce 要拿到這個sauce 這個非常扎實的來源 唯一一個可以給他的是誰 就當然是內部人嘛 而且不是一般的內部人喔 是內部星光內部的高層 才有辦法去做這樣的動作嘛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 星光內部的高層今天如果說 我要針對吳東進開刀 那只有一個理由 你知道什麼理由嗎 經營權 白哥你不要忘了喔 把他趕走 吳東進請問一下 現在還是不是最大的持有者 不是 是最大的持有者 對嘛 因為他們改革派 當時是協同外資 甚至協同外圍的一些 我們講的零零種種 湊起來委託書之後 才把他給扳倒了嘛 所以吳東進請問一下 三年之後 他有沒有機會再捲土重來 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那我們要怎麼遏止他機會 就讓他進去蹲 讓他進去蹲之後 吳東進再也沒機會 所以他們今天講說 這個東西消息會踢爆出來 絕對是內部人 但我跟你講 的確剛才有句話非常對 相裝五件意在配工 我們今天講 內部人可以去查帳 他可以去翻說 到底看看裡面 有哪些有貓膩 哪些有披露 但絕對不會是什麼 85萬的早餐錢 你去 吳東進 你去攤早餐錢幹嘛 你去攤隨便進貨的錢要 怎麼可能去攤早餐錢 所以我跟你講 調查根本是玩虛的 你知道真的死的是來的嗎 那個兵分十八路的搜索 那我直接跟各位講 兵分十八路搜索 他只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標的 可以讓檢察官有交代 也可以讓吳東進 直接倒在地上 你知道是什麼嗎 當然就北思科的案子啊 當然就是北思科今天這個案子嘛 因為北思科這個案子 請問一下他是誰在 誰在當朝的時候所執行的 就吳東進啊 他在吳東進當朝那個時候 而且你的對口是 柯文哲 對嘛 所以各位這才符合合情合理嘛 否則你沒有辦法去解釋說 我知道 他們是為了經營權之爭 所以內部人出來踢爆 想要讓吳東進 鑼鐺入獄 讓他再也沒有爭奪機會 但這跟檢察官沒有關係啊 這跟檢察長沒有關係啊 但唯一一個人跟檢察官 檢察長 跟他們的升遷 甚至跟未來整個定調 跟他們的仕途會有關係是誰 柯文哲 所以吳東進他真正倒大煤是在於 北思科的案件是柯文哲 所以我跟各位保證一件事情 今天這個兵分十八路去查 真正的主要標的 絕對不會是傑士堡的早餐費 因為傑士堡的早餐費 那個就是所謂的爆料的依據 他絕對是板上釘釘跟你講說 他這個會有問題啦 還有什麼案件啊 全部送給檢調了嘛 所以檢調有資料啦 理論上檢調拿到資料 就是說吳東進叫你來問問 我們拿到這些請問是否屬實 是 然後我們就把你收押了 不就這樣就好了嗎 幹嘛要去大眾搜索 搜索代表我要的東西不在這裡嘛 我要去找的是他案嘛 而唯一對於檢察長 唯一對於現在要打攤的賴清德政府 會有價值是什麼 當然就是北思科案件啊 如果說他找到北思科案件 相關的彌目相關的仗冊 甚至相關的細節 而只要當中跟柯文哲有關 各位這就一箭雙雕囉 因為屆時星光 可以確保他的金銀犬不會被爭奪 而賴清德也可以拿他的 手刃他的首要敵人 也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說說這筆划算 實不實在 而且今天這個時機非常微妙 是早上總統府才通過這個複議案 送去等於說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要提到立法院去提複議 結果今天下午就收索了 對嘛 這是全面開戰的意思嘛 當然我給你復議案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還有一個重點 賴清德不是說我提復議案 也不是卓榮太批議事 賴清德批准卓榮太進行復議案 換言之這件事情的格局 已經全部改變了 是我以總統的高度跟身份 要來跟你所謂的在野黨開戰嘛 那請問一下在野黨包含誰 是總統來修憲 不是行政院長來修憲 卓榮太只是一個代位行使者 否則我們坦白講 大家都知道行政流程 我們今天要復議案 本來就是要跟總統批准了對不對 那你幹嘛還特別要強調 放一個標題大致說 總統批准卓榮太 所以換言之這不是卓榮太要發動的 是賴清德要發動的 所以你配合所謂的 包括我們講的 清鳥行動這個全面下鄉 包括現在點名這個所謂的柯文者 也有可能這個北思柯案 會攔起他最大的波濤 這一連串的組合拳 很顯然只有一個字 就是要殺到底 事通 我們要來看看 今天林玉宏在台中市議會的 這樣的一個對問答 把大家嚇壞了 因為我們看到當時跟元大開會 那個關鍵會裡面 他的簽名籃是空白的 可是今天他在台中市議會 講得非常明白 在制度上 只要是他主持的會議 他就會簽名 現在因為你曾主持的台北市 北市科的這個會議 那麼遺涉及偽造文書 那你現在也捲入弊案當中 在台中市有沒有開會不簽名 主持不簽名 日節目前維持的話 都依照我們的制度上 當然是如果我主持就會簽名 因為我主持就會簽名 好 今天台中市議會 當然都圍繞著李玉宏是 那個會議紀錄到底怎麼回事 是 元大說他沒有開會 他沒有參加 為什麼會有這個會議 而且你是主持人 在主持人上面 你又沒有簽名 其實他開始都在推推脫脫 推推脫我都不知道了 你說不 他說完全遵照 台北市政府的檔案 遵照台北市政府的會議紀錄 他都不發言 可是被逼到說 你在台中市政府的 在制度上 我主持的會議 我就會簽名 那今天問題來了 如果你主持的會議 你就會簽名 那這個在制度上 是你主持的 為什麼你沒有簽名 而且妙的是 你不但是這個上面沒有簽名 另外也非常敏感的星光 他也沒有簽名 保健如果如同這個 李玉宏說的 他主持的會議 他就會簽名的話 保健你看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講 目前為止來說話 台北市前柯市府 跟誰對撞 跟元大仁壽對撞 元大說我沒有來開 但是柯市府說有來開 這邊就變成是個破口 這樣黃三三講 誰來的 什麼時候來的 都清清楚楚 那也是為什麼元大會跟你 直接嗆下說我沒有 但是柯市府說有 那兩邊僵持不下的時候 我們就說 一定有一方作假 一方作假的時候 如果是元大作假 那當然元大要付相關的行程 如果是公務員這邊作假 公務人員會犯法 保健我們講到 偽造文書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席徒刑 我們就說 這個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他的破口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黎玉宏之前 照講他都三肩起扣 一直說以台北市政府的說法為主 以台北市政府的文件為主 都不講話 今天被逼著講 我主持的會議 我就會簽名 沒辦法的嘛 因為他自己都是書面說 我一直以台北市政府的說法為主 但是問題是 他今天被台中市的議員質詢的時候 他不能閃了吧 因為他就說 你這樣涉及避案的話 你可能也是重大的有正義性啊 那你還適合當我們台中的官員嗎 那他當然就要說實話 因為逼向他的嘛 那他就說 如果按照制度的話 我主持會議 我都會簽名嘛 那這個怎麼說 對啊 所以我們就講 他跟元大這個 這個裡面有他嘛 林玉侯嘛 他就沒有簽名嘛 好 那除了跟元大這個沒簽名 保健更怪來了 跟星光的這個 他也沒簽名 星光人壽的相關人事 他也沒有簽名 他主持的會議裡面來大部分都有簽名 就唯獨這兩個 他沒有簽名 那這時候大家就覺得乖啦 如果你元大沒簽名就算了 那你為什麼連星光都沒有簽名 是不是 我們就講 林玉侯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他之前曾經 他爸爸是這個 以前的這個 胡志強的大帳房 他政治也看了非常多 真假的 對 所以他也是很了解 他爸爸是胡志強的人 對 所以他也很了解 他不是不了解 他就講了這樣一句話 所以一切近在不言中 他說按照制度 我主持的會議我就會簽名 這兩個都沒有簽名 這兩個都沒有簽名 一個是元大 一個是星光 我們再補充一下 不是有13個潛在投資人 中間有5個是林玉侯負責的 5個林玉侯負責裡面 有3個他是有簽名的 3個具體簽名 而且非常有清楚 是有會議記錄的 最敏感的 牽涉到法律問題的 牽涉到偽造文書的 星光跟元大 他剛好都沒簽名 所以林玉侯出來的話 變成是這樣 元大原本跟柯政府的 這個相互僵持的時候 現在完全倒向另外一邊了 就是林玉侯出來之後 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你看到目前為止 按照制度上 當然是我主持的會議 我就會簽名 所以他講一句話 就已經完全讓這個破口出現了 這時候林玉侯跳船了 對好 為什麼他跳船了 寶傑我們就跟他講吧 這時候我們就講 元大為什麼會出來跟你嗆聲 我跟他講 元大是上市上櫃公司 他要對很多股東負責 如果他講的話是虛假的話 寶傑 他們相關人士也會附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們也是非常緊張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會是 而且你過去曾經講過 元大過去就不幸的 涉入政治領域裡面 你涉入政治領域裡面 你不小心 你是會被追殺的 對 他們之前的董娘夫人 就為什麼會去被坐牢 就是這樣子 當初一個小案子 大家都認為不可能會去坐牢的 就去坐牢 為什麼 因為政治清算要追上你 所以他當然很清楚 元大很清楚 他們所面臨的這個狀況 如果客戶者現在被追殺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我有可能會被拖下水 我當然出來自清 所以為什麼元大會一開始就馬上出來 黃珊珊講的時候 他馬上就跟你嗆聲 這過去我們很少見 但是這也證明了元大手上有非常多資料 所以我們來講 從一開始的時候 這是上個禮拜 這個金州官所整理出來的 你看 在這個2020年的這個11月5號 11月5號的時候 當時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email給這個元大 元大後來回信是說 我們呢 投資部 因為我們不參加這一次的後續投票作業 所以本次的訪談 我們不參加 他們在11月6號都講了 結果最詭異的就是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爭議的 12月16號的這個開會記錄 如果元大的證明是我們都有相關的email在這邊 好 那今天林玉宏又跟你說 我主持的會議 那這個會議是不是就已經完全不存在 也就是元大在11月6號已經告訴你說 我不要參加北市科的這個討論 那為什麼我在隔了一個月 12月16號 居然就跑去開會 而且開會上面就有這兩個人的人名 這兩個人還據明說 我沒有參加 對好 那你知道 因為這後來 因為柯政府跟他槓上的時候 他4月26號發一個聲明 4月30號兩個人的這個發聲明再發出來 所以自此來說 原大跟柯政府來說已經算是對撞 對撞之後現在林玉宏跳出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而且現在對於柯政府來講 或對柯文的來講 這個麻煩可能才剛剛開始 沒錯 林玉宏今天已經跳車了 他已經這樣 這個我們再看一遍 台北市北投區軟橋段 然後這個地號 這個就是北市科 他是跟第五場的潛在投資人的訪談 訪談裡面很清楚的 今天有所謂的主持人 他沒有簽名 沒有簽名 他剛剛講 我有主持 我就有簽名 我沒有簽名是代表我沒有主持 那另外剛剛講的 原大這幾個人卻不否認輸 我們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更妙的是 他們又拿出了另外一個說 不是只有你們啊 台北市政府的財政局啊 台北市的產業發展局啊 這個所謂的撤位管理都有啊 好問題來囉 如果你是同一場會議 那你的簽到部的內容格式是不是一樣 沒錯 就妙的是你是同一場會議 剛剛講的 這裡的簽到部只有單位跟簽名 而這個簽到部也是有單位 職稱姓名簽名 對 我怎麼可能說 我同一場的會議裡面 我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簽到部 對沒錯 就在這場會議裡面來說 寶傑我們就講嘛 原本兩個人就王博勝 還有這個林立人 兩個都說我沒有開 所以這個會議到底 會議紀錄到底從何而來 另外一個現在大家講到 會議紀錄有點怪怪 你看簽到部 這個格式 跟這個格式 很明顯就不一樣 而且是從一天 這都是同一天 同的時間講的東西都一樣 12月6號是禮拜三 下午2點 對 都一模一樣 好 那照我們常理判斷 兩個格式要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說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到底是我們如何去解釋這件事 好 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講嘛 林玉宏說他都會簽到 這就是我們給大家看 其他幾個他有簽到的 你看這是中華工程的 這是原力建設 這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你看 林玉宏 他都有簽名 雖然人家說簽得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無論如何 他有簽名表示 這是他主持的會議 表示按照他說法 他主持的會議 那唯獨就是 所以如果說他是習慣不簽名 你應該都不要簽名 對 沒錯 你如果習慣簽名 你應該都要簽名 對 他已經講我主持的會議 我就要簽名 對 那怎麼可能有的簽名 有的不簽名 對 所以現在合理的證明就是說 他可能在暗示說 那兩場會議 我沒有主持 所以這就很嚴重了 那到底是 這個會議紀錄從何來 那到底有沒有這會議 大家都完全打算 就是你會有一個沒有主持人的會議 而且只開了不到30分鐘 還做了這麼多的建議 而且現在大家把元大跟星光兩邊的建議 都在一起 對 幾乎一樣 現在對柯文哲來說的話 問題越來越大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開始合理懷疑 不是只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元大這場會議沒有開 搞不好連星光這場會議 可能都沒有開 為什麼 現在台北市的議員 林彥鳳出來說 另外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呢 他就說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流標 第二次流標的時候 其實當時星光 有陳情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就說了 我們這個原本的北市客 不是要醫療單位嗎 那醫療單位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能不能改由財團法人來招標 也就是說由我們星光醫院來招標 這樣不是更好嗎 結果你知道 寶姐 他們上了這樣一個請求之後 沒想到 在當時的 就所有的案子裡面來說 從什麼產業局長 地政局長 然後秘書長 然後什麼 什麼 副秘書長 秘書長 副市長 一切一路都說OK 連客聞者都說 渴 這樣子 就是說 好你可以用醫院來招標 那我們把這個招標時間 再往後延一點點這樣子 聽完這樣 那時候政風處上了一個簽證說 你這樣了 你這樣子 有更改標規 然後對其他投資者不公平 放寬標規 缺乏客觀的標準 當時新租還提出 希望能夠延續公告的時間 政風處說認為延長可能會造成質疑 所以他們說不要這樣子做 保證 政風處質疑 政風處把它擋掉第二次 所以造成第二次流標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 保證 現在我們才看到原來柯文哲在當時他要 這是相關的公文 他要放行給當時他 新光醫院讓他標 結果當時政風處擋掉 結果政風處擋掉之後保證 你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嗎 為什麼第三次他們能夠得標 因為當時政風處的人 都已經被他調走了 柯長被調走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這個議員爆算 我們才知道 原來當時柯文哲為了這個案子 他還做這樣一件事情 柯文哲在這個所有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 在金華城裡面有兩個都省委員 認為說不可以這樣幹 下一次就不續聘了 今天在北市科的這個案子 有一個政風處的科長覺得 你這樣子並不公平 而且有質疑 科長就被調走了 所以原來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他入宿都是一模一樣 反正如果你不過 我左說要過 你不過 OK 我把人換掉就好 換成會過了就好 所以他現在就整個案子 就一個一個拼出來 好 那我們就講嘛 這張柯文哲昨天也說要直球對決 我們還看了很久 原本有一個說 哇 他應該是這個意氣風發 就直接說我三答案 我可以說清楚 原本要直播 結果後來大家看了 我完全傻眼 保證這是錄好的節目 錄好的 他是錄好的 而且剪接 他以前不是都非常有自信 都是一鏡到底 那這一次怎麼會 剛剛講的是錄好的 然後剪了12分鐘 而且講得坑坑巴巴 一開始在那邊聊天 聊了好久了 後來就說 我們要進入政理 才進入政理 問題是 他完全也沒有講清楚 但除了這個 昨天的這個北四科之後 今天他又要針對所謂金華城 然後明天又要針對這個 呆志光要正面對決 但是我覺得 他根本講不出這個東西 尤其是今天 林玉紅這個骨牌出現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他 怎麼解決這現在的問題 好 瑞德 你講說現在 北四科一開始 大家認為說那不是一個最大案子 大家都把焦點放在金華城 可是現在 北四科出現了一個最大的破口 當元大跳出來說 我並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我沒有跟你討論 任何北四科的內容 如果我沒有跟你討論 任何北四科的內容 為什麼在市政府的官方文件裡面 會有元大參加會議 元大有提出 元大提出就是要一分為三 元大就是要降低權力金 他的建議基本上 這跟星光人獸一模一樣 如果元大這個是假的 就代表中間有偽造文書 你說這個變成了整個北四科最大的破口 而且你今天也到法院去告了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身為三十幾年的資深記者 我不想去聽那些所謂的政治語言 什麼公務人員不會說謊 公務人員如果不會說謊的話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殯葬管理處的副處長呢 去貪污收賄嘛 那除此之外呢 我不想去聽那個有關於政治人物講那一堆 我只要兩個字叫真相 對不對 真相就好了 那麼在這件事情裡面呢 那麼柯文哲已經因為三個案子呢 那麼成為他治案的被告 我對這個他治案的被告呢 那麼另外這部分呢我不去提 我只提剛剛保潔所討論的 有關於這個所謂的元大到底 有沒有去參加那一場 兩點的那場說明會這樣就好了嘛 目前所有的激政顯示 元大說沒有 柯市府說有嘛 一定有一方在說謊 而且我告訴你 任何一方說謊都會吃上刑責 剛剛市聰已經講了嘛 台北市政府如果說謊的話 就是偽造文書喔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如果是變造公文書 就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而且後面還有一條 他這個變造公文書的以後呢 如果讓公務人員登載不實施三年以下 所以他有兩條偽造文書 他有兩個刑責 對 你變造了公文書 然後讓不知情的在公務人員 把它登錄下去 登錄什麼叫登錄 包括建錄電腦都算 然後除此之外元大也是一樣 元大仁壽這兩位代表呢 他用公開聲明在4月30號簽名 要署名那個日期嘛 對 他元大是屬於股票上櫃上市公司啊 那麼是重大訊息啊 是由這個發行股票的 所以他們如果說謊的話 就是違反證券交易法啊 所以這個案子一定有人說謊 但我不知道誰的 不是 阿彥業 不但是要一個人有說謊 這個說謊是要負責任的 負刑責的 我不知道是誰說謊 但是我覺得你們檢察官有義務要查出來 到底是誰說謊 所以我今天去刑事告發了 很簡單 那麼用文字筆弄出來的是我個人的個資等等啊 那其他的就是一個刑事告發狀 刑事告發狀 這是他的刑事告發狀的主體 後面還有一堆相關的證據證物等等 就是雙邊這幾天啊 大家剛剛看到的一些相關的證物就對了 因為這為什麼是刑事告發狀 因為很簡單 這件事情有人在說謊嘛 那麼還記不記得 這個元大有被公布出來 跟市政府之間的email嘛 那裡面直接寫 本公司不參與後續投標作業 故本次訪談將不參加 民眾黨怎麼說啊 民眾黨發言人說 元大的確有傳電子郵件表示沒興趣 他證實有這個郵件 但是當天反彈過程 元大代表確實有出席 有簽到 就算對北市科沒興趣 他們還是有出席 奇怪啦 我如果對北市科沒有興趣 我發神經啊 我元大特別出席這個 我完全沒有興趣的 拿來跟你說明一大堆 不是我覺得他矛盾在於說 你開會想開會就開會 你想來就來 如果要開會的話 我們兩個要確定時間 我要確定場地 我要確定其他的出席人員 我已經跟你講我不來了以後 除非你有另外一個說他要來的 否則 怎麼會突然冒出有一個會議室 突然冒出有一個人陪他開會的人 大家吃飽沒事幹嗎 不要忘記元大的有其中兩名代表 當天也就是民國109年12月16號 當天去的林立仁跟王柏騰兩個人啊 他聲明直接給你寫 下午4點抵達市政府大樓 討論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 他對這個有興趣嘛 他對北市科從頭到尾都沒有興趣嘛 後面還特別講 我們從頭到尾僅針對市府官員 討論這個所謂的數位 內湖數位這個BOT啊 並未涉及其實就是北市科案的相關議題 我問大家一件事 元大有必要特別去澄清 我沒有參加這個說明會嗎 對元大來講有什麼關係 沒有必要 為什麼元大有參加這個兩點的 如果有參加兩點的 這個北市科的說明會 再參加4點的內湖創新緣區 對元大來講沒有損害也沒有任何的損失嘛 對 他為什麼要否認 這相關的人等是3點才離開公司4點到的 他們離 所以呢 是問題來了 你說元大參加會議這兩個人3點才離開元大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有人說謊嗎 到底是誰說謊 還有 黃 有一位應該是不知道是黃先生還是黃小姐 是這一場的專員 他是專員的記錄 我如果是地政署 因為我現在已經直接 直接這個等於說告發了嘛 刑事告發了嘛 那麼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收到案件的這個地檢署呢 他會分案 北市科有專門 這個針對北市科偵辦的這個 這一個鼓 這個鼓的檢察官 通常都會分在同一個案子裡面嘛 查清楚 要是我 我就直接把這個黃信的紀錄傳來問 有沒有 從基層的公務員開始問嘛 因為對基層公務員來講 他就是一個公務員嘛 他不需要去吃上行車嘛 到底有沒有這一場 我覺得很納悶的是 如果真的有這一場 原大否認什麼東西啊 原大莫名其妙否認那麼多的東西 而且還源源不斷的把相關的email 給故意透露出來嘛 原大為什麼要這樣否認呢 如果有的話 寶傑如果萬一 這個兩點的這個會議是假的 這個所謂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那個謊談會議是假的 天啊 我說萬一喔 這不是偉照文書的問題而已啊 為什麼 因為萬一是假的 那還有多少是假的 有多少東西 多少公文是假的 還有最後做一個總結 你忘了上個禮拜 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室主任 公開在議會向議員講 公文找不到 卻在出現在民眾黨的 特定的人的手上對不對 那時候開問者怎麼罵人的 就好像在面臨北市這個北市客跟進華城 柯文哲罵這些議員是白癡一樣嘛 對不對 面對那個事情 柯文哲說90%都那個上檔了 然後呢一定找得到 就是找不到啊 為什麼這些備忘錄 為什麼這些所謂的內談都找不到 現在也是一樣 為什麼柯文哲 你說要人家把錄音錄音錄影的 全部上網公告 問題是 就沒有錄音啊 你沒有錄影啊 連錄音跟錄影都沒有 你現在要人家上網公告 公告什麼東西啊